嗨,大家好,是科娃蜜不马 去年呢,有一部小丑系列短片忽然火了起来 当时呢,我姐说了她的前两部 那最近才发现她其实早就出了第三部 今天就介绍给大家 这三部的故事都发生在万圣节的前夜 按习俗,这晚大人们可以乔装打扮 小孩则可以捣乱摇堂 但也有人并没有这么做 比如第一部里面有位白衣小哥 他走着走着就被一位小丑拦住了去了 对方一连给他表演了好多魔术 但他只急着上一班,无动一中 小丑不依不饶,他魔术的尺度越来越大 白衣小哥也越来越害怕,开始惊慌逃跑 但他不管怎么跑,又总是会被小丑追上 最后呢,小丑用一招大便活人 直接把他从世上便消失了 其实小丑也并不想滥杀无辜 后来呢,他遇到另外两个路人 两人都对他的表演抱一鼓掌 他便跟他们融洽告别 第二部的故事也是类似的 当时是一对情侣 女生对小丑的表演很感兴趣 男友却吃起了醋 小丑在一番华丽的魔术之后 先控制住男友的身体 还操控了女生的意识 后来他让男友头上顶着南瓜当把子 并操控女生朝他扔飞刀 第二部在扑通一声中结束 没人知道飞刀扎进了哪儿 而第三部呢,则是接着这声扑通继续的 此时女生刚扔完飞刀 她恢复自我意识之后 第一时间扑向了男友 可男友早被她吓得多路而逃 这一部的路人主角是个小女孩 她正孤单在家待着 小丑忽然在她眼前实以实现 还表演了一出怪异而滑稽的把戏 女孩毕竟天真无邪 被吸引着就找向了小丑 小丑送给她一块糖做见面礼 女孩尽管高兴 却嘟囔着说 这糖来之不易 因为今晚没有人愿意陪自己串门要糖 小丑听完之后 做了一个生气气的姿势 又表示有办法了 自己可以跟女孩一起串门要糖 女孩略意犹豫便跟她上路了 那小丑会像前两步一样 对女孩也瞎寒手吗 我们不禁打上一个问号 第一家邻居把糖果都放在门外 让孩子们自取 她呢特意在纸上写明 一次只能拿走一块 可小丑不喜欢这样 她把纸条藏进怀里 把所有糖都倒给了女孩 俩人没走多远 一个坏男孩跟上来 命令女孩把所有糖果都交给自己 女孩本想找小丑撑腰 一回头却发现她不知道去了呢 正当男孩准备动手的时候呢 小丑猛地出现在她背后 并且给她表演了一个魔术 那这次她是凭空变出来了一只 毒蜘蛛 男孩被吓得套之遥遥 下一家大叔把自己家装扮得像鬼屋一样 不光屋里传来阵阵鬼叫 自己也打扮得很吓人 甚至就连给孩子们的糖果都很吓人 她说这是为了给孩子们惊喜 女孩也确实被她吓得 瞪大了眼睛 不过小丑并没有对大叔的恶趣 为做什么惩罚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离开 下一家的大叔并不过万圣街 她本来正在睡觉的 看在小女孩可爱的份上 勉强客气着让小丑闭来敲门 然而这话只是激通压强 小丑还是毫无反应 大叔愤然关门 不料小丑竟然把手伸了进来 所以这到底是想干嘛呢 大叔又慌又气 愤然举起了棒球棍 虽说她看在小女孩的份上 又给了小丑一次离开的机会 不过小丑还是没有改变主意 双方随即交锋在一起 别看小丑的手张那么细 她的力量却极其强大 才一回合她便把大叔的球棍 牢牢压在地上 大叔全力想举起来 不料小丑忽然又松开了手张 等大叔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小丑牢牢控制在椅子上 我们注意到 她的身体其实并没有被捆绑住 小丑只是控制住她的心灵 强迫她坐在了这里 鉴于嘛 她戴的面具和第二部女生戴的一样 所以我猜这面具 就是可以操纵精神的 正当小丑为自己方才的表演得意 想华丽心目的时候 却发现小女孩已经被她吓跑了 她觉得这都是大叔的错 于是让他手捧一盆糖果 还把请取走一块的字条 放在了里面 这就是小丑对她的惩罚 大叔只有在所有糖果都被拿走之后 才能自由 但每个路过的孩子呢 又只会从他手里拿走一块糖果 那这场惩罚可以说是漫漫无期了 当小丑在上街时 遇到了一个披着床男扮鬼的小哥 他这身半想把就有够敷衍的 如今见到小丑呢 又敷衍的蹦了一声吓唬他 不过小丑倒是极力配合摆出了一个被吓坏的pose 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浮夸了 以至于小哥自己反而被吓了一条 最终呢 这位小哥在小丑的鼓掌欢送中离开 他总是刚好遇到一位白衣小哥 便顺便跟他打了个招呼 而这个人正是第一部里面的白衣小哥 那没错 第三部的结尾和第一部的开头 无缝先接上了 未来小丑会对白衣小哥做出什么 我们就可笑而知了 看过全系列三部短片之后 我们发现每一部小丑的性格也都截然不同 第一部的小丑最恐怖 我们就像白衣小哥一样 完全不知他想干什么 只觉得他很强很可怕 直到最后才明白 一切似乎只是因为小哥看完魔术没有鼓掌 而第二部呢 小丑的性格比较不讨喜 因为他明明跟女生走得太近 因得男友吃醋 却把人家男友狠狠教训里头 第三部小丑虽然跟以前一样古怪 但由于和小女孩在一起呢 却显得暖心而且可爱 此外呢 他的行为动机也有了更好的解释 在第三部里面 他每次生气 不再是因为别人不给自己鼓掌 而是因为许多人并不想好好过万圣节 至于那些过万圣节的人呢 哪怕他恶趣为吓唬小朋友 或者扮相相当敷衍 小丑对他们也是不会生气的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fans 咱们下期再见